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看见信用评分这个术语 以及拥有信用评分的重要性 但你这到底是什么呢 想象一下您的信用评分是一个数字评级 表明您的信用度类似于您的财务成绩单 但没有等级 表示您处理金钱的人力 代方使用这个神奇的数字来确定您是否是金融的佼佼者 或者是您是破产者 在本视频中我将总结您所需要了解的 有关信用评分的所有信息 首先让我们精确定义信用评分 这是一个世卫数的数字 表明您的信用程度 贷款 房屋者甚至物质雇主都会使用次贫申数 来确定您的信用度和偿还贷款的能力 您从银行获得贷款并获得良好领域的机会会随着您使用信用评分而增加 一个人的信用评分在贷款申请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决定了贷款成本以及申请是否获得授权 例如如果您想买一辆车但缺乏足够的资金您就会去银行申请贷款 它充当着您的金融成绩单 然后您会查看您的信用评分 以确定是否向您提供贷款金额 您按时款款越多您的信用评分就越好 当然信用评分并不是评估您的申请信用的机会和风险的唯一标准 信用评分通常是以三个因素决定 首先您的信用使用模式 此模式指的是您账户欠款和支出的金额 原因很简单 如果您看起来像一个储蓄者 那么您错过的付款的风险肯定会比较低 从而使您的信用余额低于总信用额度 其次信用记录的长度 因为用有较长的信用记录可以向待方表明您是可靠的 最后其他的因素包括您的拖欠状况 信用账户历史记录和可用信用 公司需要切点您是否值得信赖的 以上三点都可以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 以确定您的可靠性 信用系统的评分范围为1000到2000 其中得分为2000分的拖欠付款的可能性最低 而得分1000分的人拖欠付款的风险最高 除了分数之外还给出了风险等级描述 信用评分越高获得贷款就越容易有可能会获得较低的利息 这表明借贷人性欲较好 由经济能力偿还银行贷款 但它如何改善您的财务健康呢? 请继续关注以下视频找出答案 请继续关注以下视频